NBA最大的新闻话题就是卡佩拉终于成功讯约火箭,5年9千万美金,这也设底圆了休斯顿火箭球迷的梦想,火箭上赛季的核心阵容还是保留下来了。 今天火箭还有喜事,火箭关上许约卡佩拉后夜营三个好消息,火箭依然是勇士最大敌人,卡佩拉完成许约,火箭队新赛季的总薪金已经高达1.361美金,仅次于雷霆,勇士和猛龙。 火箭队现在预计将支付2140万美元的奢侈税,这原本是一个坏消息,但是瞬间有一个好消息弥补了过来,休斯顿记事报官方报道,火箭接下来很可能会裁掉,或者马段安德森,出去安德森的溢价合同。 火箭就能够减掉大部分的奢侈税,虽然火箭老板已经明确表示愿意缴奢侈税,但是安德森犹如鸡肋,新赛季他还能为火箭提供多大的三分火力。 第二个好消息是,卡佩拉设约火箭之后,美美也更新了下赛季的NBA球队实力当次,勇士毫无疑问第一档,火箭和凯尔特人第二档,马刺,雷霆,猛龙和胡仁城第三档,卡佩拉的设约回归,让火箭新赛季阵容完整了,实力再有提升。 虽然之前因为安东尼的加盟,美美凭火箭队的渡冠概率下降了,但是,火箭全队都认为安东尼的加入会让火箭变得更佳,其中,火箭总经理莫雷公开发言最有说服力,许多人都对此安东尼加盟意见不一,但去年我们得到克里斯,保罗的时候,人们意见也很大,但最终效果很好。 第三个好消息是,哈登加保罗加安东尼,已经开始一起秘密训练了,不管外界对安东尼如何质疑,火箭全队都对田瓜非常有信心,毕竟安东尼曾经是德文王家实际全明星,实力不容置疑,火箭新赛季阵容基本出炉。 哈登加保罗加安东尼加卡佩拉加塔克误人首发,葛登第六人,外加杰拉德格林,麦卡威,张姆斯文尼斯的第二阵容,火箭新赛季依然是勇士最大敌人。 恩西多估讣